我們安裝好之後 我們看一下 因為我們的Visual Studio 2015的安裝 我們剛剛所做的安裝是最小的安裝 這邊我們點到它剛安裝的情況 後來我們是將Visual C++的這個軟體安裝 這是無需要的,其他也安裝了 那我們直接按上一步 確定我們這些東西都已經有了 那我們就下一步就可以開始來進行城市的開發 那這裡我們將我們的Visual Studio 2015 將它打開 好,點下去 好,在這邊的話 我們當然要到左邊的地方建立新的專欄 那我們所要建立的是Win32 Visual它這邊有C-Sharp VB VC 當然這邊我們是用VC去開發 我們用VC3 VC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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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當然它的專案也有不同的型態 當然這邊所用的是 是一般的主控台,所謂的Console的一個專案 好,那 然後再確定我們那個城市 它所在的專案所在的位置 以及呢,名稱呢 我們來做一個修改 它當然也是有預設的 我們把它改成我們所想要的 好,那這邊呢,我們就可以 Key我們要用的 我們的檔名是 我們的專案名稱是Tri-Parallel 那我們想開發一個 一個平行的一個城市 一個簡易的 然後再按下一步 好,在這邊呢,我們用主控台的一個城市 但我們希望呢,不希望 有所謂它預先編譯的一些標頭檔等等 所以我們這邊直接就弄一個新的空的專案 然後再來按完成 好,然後我們再點到我們的專案右邊 好,Tri-Parallel的地方 然後我們再點應該是加入 我們要新增 新增一個項目 那我們當然新增的當然是一個C++的檔 好,雖然我們等一下寫的城市 基本上是C的城市 但是我們副檔名還是保留是C++ 好,然後再來 來 按 新增 原則上這個時候什麼都沒有 雖然它的副檔名是C++ 但是我們基本上我們語法還是以C為主 所以我們這邊就先寫一個非常簡易的C城市 就是 我們當然標準犧牲式的IO 點H 然後 include stdlib.h 好,我們先寫一個非常簡易的C城市 man的型態是int 好,打掛號 這邊要return 0 那 新版VSync都要加上system pass 不然它一下 在 執行的時候 編音執行的時候 它會一下子跳跳 那 我們當然這裡就做一個非常簡易的格式化的輸出 這邊就打HELLO 然後 斷行 我們先做非常簡易的 HELLO程式 然後再做進步更改 好,那我們就直接 編譯執行 好,只用編譯執行 就OK了 好 然後把它按掉 那接下來我們要做的是 進一步的設定 那我們原則上 我們還是用X86的模式 這邊因為我們是64會員 所以我們直接改成X64 我們 也把它改成release的模式 然後再編譯執行一次 OK OK